听完以下这段说话之后,你还有什么是看不开的呢? 向烟到头,忠时悔,人生终点,妥一堆,家有房屋千万间,睡觉不过三尺宽,家有黄金千百万,死后大不走半钱,今晚脱掉,鞋和物,哪知明天,穿不穿,人生是条,不归路,分分秒秒,停不住, 无论是穷,还是富,谁都得走,获全路,世事茫茫,似水流,幼长名利,挂心头,粗茶淡饭,随缘过,永话夫归,莫强求,足离貌舍,风光好,与世无争,常知足,心底清凉,常优手,人生穷富,都是命,钱财多少,不要赚,怎样算计,都没用, 人生若能,想得开,天堂之门,为你开,人生若是,想不开,一齐苦难,尚没来,再穷也是,三顿饭,再富不过,一张藏,用心计教,事事难,推步让人,牢牢宽, 人生在世,屈此算,难活三万六千天,都市旺泉,如若客,何苦为难,每一见 所以各位要珍惜当下,好好体验人生的酸甜与苦辣,追求真实的自我,而不是虚荣和浮夸 人生的意义,不是说你在外面有多大的成就,而是源自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莫为往事仇,莫为明日休,昨日的太阳曬不干,今日的衣服,明日的雨,临到当下的自己 过好自己的生活,做好当下的事,剩下的交给时间啦 记住,钱多钱少,够融就好,人丑人尽,善良就好,家富家侷,和顺就好 将这个视频点赞收藏起身,有空拿出来看看啦 在评论区打赏,活在当下,自足常乐这几个字 顺便说下,你心情不好的时候,是怎样解压啦 我们下一期再见